台北市長長完商人後拼工辦都根的進度 這也是任內所拆的第一個叮子戶 一早7點鐘都發局與營造商開始進行代拆作業 產權人不在屋裡 7點40分搬遷結束後 挖土機大型工具開始開挖拆除房屋 先前其實有架設一些圍裡阻擋我們進去的狀況 那在相關的這些 我們透過了相關的程序把它排除之後 也一一的請警消人員進去協助 他還是不願意自行的來做一些拆遷的動作 在拆屋前可以看到旁邊還掛著布條持反對意見 進一步了解發現產權所有人一切依照多根相關規定 又分回相關全職房子 但不搬遷也不住在裡面 還經過14次的協商也沒用 在今年1月市府成立工作小組 再次公告給代拆戶 在3月13號期滿後還是沒有搬離 今天北市多發局才會進行代拆 都有依照法令的規定分回相關的權職的房地 還有車位 那今天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核定之後 其實都沒有辦法把房屋拆掉 民國98年就通過的公辦都更案 這一戶丁子戶已存在一年多開拆後 蔣萬安很有心得 我們就是依法執行代拆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促進公益確保權力 為了不讓丁子戶成為多根案的阻礙 蔣萬安3月3號提出公辦都更7599專案 將第一階段門檻從90%降到75% 讓政府可以提早進場協助 保障所有住戶 換一個安全的家 TVB新聞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